一支三千五百人的海军陆战队登陆艇撞击到了县港的海岸 它的目的据称是保卫县港的美国海空军基地 可是两年内这支队伍便扩大到了五十万 就这样美国将脚跨入了越战的泥潭 郭先生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美军地面部队在越南登陆了 这是否意味着战争要进一步升级 是的 美军的直接介入 意味着越南战争开始进入了血与火较量的阶段 肯尼蒂的特种战争失败以后 美国决定扩大它在越南的战争 它在轰炸北方出兵老屋的同时 直接派出地面部队投入南方的战场 从而是这一场 越南战争由原来的特种战争就上升为拒捕战争 这将是我们下一节要介绍的内容了 好 观众朋友 请您在下周六继续收看 我们看我们越战纪念碑的第二集 陈正的升级 血火较量 观众朋友 战争是破坏环境的最大因素 但在和平环境中 人口膨胀也急剧的破坏着生态平衡 接下来呢 我们要给您播放短片 绿色越南 让我们一块看看 越南这块土地上的环保问题 热带季风的吹鼓给这个